OK 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跟你介紹的是 Windows Phone 8.1 就是新的8點音版 全新Preview版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 它有一些更新 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最大的不一樣就是它的主題 可以製設自己的桌面 然後可以新增到三欄 我倒一下設定裡面去看 這裡 主題裡面 它現在你可以設定成你自己想要的圖片 例如這個好了 那你回到桌面的時候 就會變成透明磚的方式來呈現 非常漂亮 但是 是不錯啦 然後還有一個是它的主題現在可以變成三欄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內容的話 你可以開啟三欄的模式 然後它這邊還有另外一個空間 這基本上是六吋的比較會用到 像這種 4.3吋的就 沒什麼效果 太小 然後第二個 大更新的就是它的那個通訊中心 從上往下滑之後 有通訊中心可以 可以看最近的 簡訊阿 LINE阿 還有更新阿 什麼的 然後這上面四個可以自己定是Wi-Fi 或者是HotSpot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亮度自己設定的快捷功能 嗯 是滿好用的 因為我現在已經完全變成阻力了 之前 Windows Phone都當備用機 好 第二個就是 很重要一點 就是 現在終於 多弓箭可以用滑的方式去把它 關閉了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個另外一個是 Kotana Kotana是類似Siri的一個 來自於一個 遊戲裡面的 數位助理 那只要點它一下 但是目前為止只有英文 所以你只能設定成英文的時候可以啟用它 那 據說微軟以後會開放中文所以蠻期待這個功能 還蠻好用的 蠻有意思 還有一個就是 欸 我之前拍影片的時候我發現啊 那個 筆畫輸入法只有簡體 現在終於更新成繁體都可以用了 好 我隨便點一個好了 七大不可思議 推文 然後現在 喔 對還有Swipe Swipe就是 嗯 可以滑動的鍵盤 所以你看喔 例如 Kool 很酷喔 而且它現在多了都是會有言文字 所以你可以點言文字 很酷 像OK 點進去之後會有一個icon 是 OK的icon 很有意思 那接下來是 你看繁體的 喔對 繁體的中文的 注音符號 它的介面已經換了 依烏 以前是分散在這裡的 結果現在是變得比較像電腦的方式 只是 還 注意還是不能滑 所以蠻可惜的 所以 終於有繁體 所以就 像鹽啊 都 可以打出來 非常快 就 其實 比方舒服法還是比較快 呵呵 OK 嗯 對 那還是有一些 比較 嗯 不是很令人 滿意的地方 像例如就是 個人的 現在個人的那個 嗯 就是people的部分 以前people hub 就是直接可以有一個 Facebook的 更新 現在還是有 但是它現在要 你自己 啟用這個 Facebook的 App 可是 現在有個問題就是 可能它還是 預覽版的關係 我的Facebook 這部點都是失效的 我安裝的這個App 還是不能用 Facebook 你看喔 狂點 沒有用 沒有用 可能正式版的話 會更新吧 對 嗯 嗯 微軟也更新了他們的相機介面 它長得非常像那個 Nokia的 Camera 它也有相機 連拍 露營 那 介面非常的類似 Lumia 那只是說 它現在 像這個地方的 那個 上傳照片啊 現在變成Facebook 以前都是直接可以點 然後現在就比較 沒辦法 不過還好 因為我現在都是用Instagram 就是 那個 上傳照片 所以其實 影響不大 但是 某種方面覺得 欠少了些什麼 嗯 嗯 哦 對 然後呢 在 這個 通知中心跟那個 快捷的部分 可以在設定裡面設定 這裡 那你點它一下 你可以自己選擇你要的 那只是說 它現在的 選擇的方 就是 就是 功能還是有點少 嗯 嗯 然後呢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更新 就是它的撥號介面 它現在點進去啊 像例如你隨便撥一個號碼 它可以很輕鬆的切換成Skype 如果它是有Skype的 code的話 另外一點就是現在比較麻煩的 我是覺得 不是很方便 就是以前在 安裝的遊戲App 都會在遊戲中心才會出現 就是在 那個 應用程式 就是應用程式欄裡面 不會出現 可是現在就是 全部的 遊戲都會跑出來 就 以前就直接去點Game 就是 點遊戲 Xbox 才會有 那現在就是變比較雜了一點 那只是還好 忽略它就好 什麼呢 還有什麼可以講呢 其實很多更新 那不錯 都還蠻越來越好用 OK 大致上就是這樣啊 好 謝謝你的觀看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麻煩按個讚 然後 或者是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後面還有 我跟Cortana的對話 如果你還想繼續看的話 哈哈 好啦 拜拜 好 告訴我 一句話 Why did the hipster burn his mouth on his coffee?Because he drank it before it was cool Do you have boyfriend? Okay, but we'll need a plan.I'll work on being more human,you work on being more digital Find me a library Here are ten libraries I have meeting tomorrow You don't have anything scheduled tomorrow I need to go to the TOM tomorrow Alright, at what time? 6pm Okay, I can remind you to go to the TOM at 6pm tomorrow Sound good? Yes Okay, I'll remind you.You can see it in the notebook anytime How old are you? That's a tricky one.I'm not sure how to carbon date the internet Where are you? The past, at least in the future that's where I was from Are you a boy or girl? I contain multitudes Who am I? What is my name? What is my name? Movie Movie 诶